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文书咱们聊了这个武士活佛叫做根吟邪霸 他受了这个明朝政府的册封以后,就成了大宝法王了 这明朝政府并不是只封了一位大宝法王 他是封了三大王,五小王,一共八位藏传佛教的法王 其中这大法王啊,就包括这个大宝法王,这是噶马噶巨派 除此之外啊,还设了这个大宝法王,这是给萨迦派的 大祠法王是给格鲁派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大宝法王啊,这排在另外大法王之上 属于第一位,这明朝之所以看中这个噶马噶巨派啊 那完全是因为噶马噶巨派的势力小 那当然了,相比于这个萨迦派 萨迦派在前一朝,在元朝的时候,是帝师一派 那中央政府呢,肯定会区别对待 那帝师一派肯定是最受重视 噶马噶巨派呢,是个小派 因为啊,他是游僧,庙少 有的地区干脆就没有这个噶巨派的庙 所以说啊,在当年八四八划分这个西藏十三万户的时候 没把任何一个万户划给噶马噶巨派 哎,到了明朝政府这会儿啊,他的心思啊,跟这个元朝人不一样 啊,这明朝人认为啊,这外藏地区也不是很重要 哎,是我的附属国就行了 可是康藏不一样,康藏是咽喉,是大明的国土 哎,您想想啊,四川呢,云南呢,哎,包括甘肃啊 所以这大明朝啊,更注重这个康藏地区 哎,巧了,这噶马噶巨派啊,在康藏地区是相当吃得开的 所以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这明朝政府才大字的扶持噶马噶巨派 这也就是这噶巨派的大宝法王 是明代册封的三大法王之首的原因 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噶马噶巨派的两系活佛 噶马噶巨派的两系活佛啊 到今天为止啊,都是在活佛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两位活佛 这就是呢,这噶马噶巨派当中的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位活佛 哎,在这儿呢,不能称呼他们为啊,这个黑帽法王和红帽法王 因为这个红帽子噶巨啊,没受到过册封 他并不是法王,他只是一位转世活佛而已 那么黑帽系呢,咱们前文说已经交代过了他的脉络流程 那今天啊,咱们就要聊聊这个红帽系了 咱们知道啊,这黑帽系活佛啊,他有名字 叫什么名字呢?叫噶马巴 这红帽系呢,叫下马尔巴 哎,他活佛的名字啊,叫下马巴 那这红帽系一支是怎么来的呢? 在噶马噶巨派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说法 并且啊,还记录在噶马噶巨派的经典当中 哎,说这个第一是大宝法王杜松钦巴呀 元祭的时候曾经预言过 说他元祭以后啊,他会有两个化身在世 其中啊,一个化身呢,就是噶马巴 另外一个化身就是下马巴 噶马巴呢,就是咱们从前说的黑帽系 这下马巴呢,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红帽系 这两个化身呢,以后会继续活佛转世下去 互为师徒 就是说呢,谁先转世啊 哎,谁就是老师 那个后转世的,那自然就是学生 这种做法呢,就是为了保持啊 本派的这个宗法 以及这个秘法的纯正性 这种说法虽然有据可查 可是您觉得这种说法的可信吗? 那显然是不可信的 这个第一代大宝法王杜松钦巴呀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啊,会转世 那是因为二世噶马巴活佛为了救教 所以这二世噶马巴,噶马巴西呀 他创造了活佛转世系统 才追认他的师爷杜松钦巴成为了一世噶马巴 咱们可以啊,委婉的说 这噶马巴西他创造了这套活佛转世系统 咱们也可以啊,说他是编造了这套系统 那这么一来呢,这个都松钦巴转世成两人 噶马巴和夏马巴互为师徒啊 这事啊,那肯定也是编的 那不不不,那是创造的 那总之呢,这个夏马巴 这就是红帽系活佛的产生啊 就是为了维护本系法门的正统传承 再者呢,多一位活佛呀,就多一份力量 我是这么理解的 您怎么看呢,您可以留言区留言 咱们一块聊聊 可是呢,咱这话不白说 您得记住了啊 一位活佛转到两位灵童身上 这可是个画坝 对咱们后文书很关键 一是大宝法王都松钦巴元祭的时候说了 他将转为两个化身来到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呀,这噶马噶举派的两位活佛 黑帽系和红帽系 是由一位活佛都松钦巴转世而来 才有的之后的流传传承 为什么让您记住了呢 因为这是一个理论 以后啊,会有人拿这个理论兴奋作法 那么这两派呢,都一直传到今天 这黑帽系呀,到今天已经是第17世噶马巴了 这夏马巴呢,已经是第14世了 有人说呀,是第15世了 不过呢,这第14世夏马巴元祭以后啊 15世到今天,这位灵童啊,也没有现身 国内外的网站呢,我也都搜索了 也没有查到任何让我能信服的消息 所以说咱们在这儿啊,也就只讲到14代 咱们讲噶马巴的时候呢 从初祖一直讲到五代,讲的都很清楚 这个夏马巴呢,之间的这些传承啊 也算是有序,但是呢,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其中这个四世噶马巴呀,他叫雀吉扎巴 他创建了杨八景寺 这杨八景寺啊,就是这个噶马噶举红帽派的祖庭 总之呢,这红帽系的这个活佛呀 就在这个杨八景寺座床是那儿的法座 那再往下聊呢,这五六七八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哎,到第十世下马巴,有输了 那这是什么时候,这可都是乾隆年了 乾隆晚年,乾隆六十大寿前后 讲到这儿啊,咱们思维得跳跃一下了 因为这会儿啊,是这个乾隆年是大清了 这大清朝啊,他不捧这个噶举派了 他捧谁呢?他捧格鲁派捧皇教 这会儿呢,这黑红帽法王啊,虽然也有势力 但是呢,就不如答赖班禅了 那咱们在这儿啊,就要讲一个咱们书馆里讲的够不够的故事了 就是这个六世班禅进京 六世班禅为什么要进京呢? 六世班禅是为了给乾隆皇帝贺六十大寿 当然不能你说进北京就进北京 那得是乾隆皇帝邀请你,他才能进北京 可是到北京之后啊,很不幸 这六世班禅大师原济在北京 得的什么病呢?天花 这乾隆皇帝啊,在和大师见面的这些日子里啊 觉得大师佛法高深,很崇敬六世班禅 于是他死后啊,这乾隆皇帝就给了很多的封赏 不光是这个珠宝玉器这些个宝物 光是金子就没少给 因为呀,这个六世班禅原济以后 乾隆皇帝给金子是让他回去见金灵古塔 那华人们一来呢,这王公大臣们也要表示 据说呀,送给这个六世班禅金银珠宝啊 那就扯了去了 那多少呢,据说不可计数 哎,这百辆大车望这个西藏拉财宝金银 那我想啊,沿路之上这些寺院的喇门们看了以后啊 那肯定是羡慕嫉妒恨啊,这哈喇子呀,还都留到下巴科子了 这其中就包括第十世夏马八,取忠家作 那这些财宝运到哪呢? 往后葬运,往后葬扎实伦布寺运 那为什么运到那呢? 因为那啊,是班禅仪系的主寺 所以得运到扎实伦布寺 运往扎实伦布寺就路过杨八景 这杨八景活佛呀,也就是这位十世夏马八,取忠家作 站在山上啊,看着底下运财宝的大车呀 他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他在笑什么呢? 他觉得其他活佛,你们眼禅啊,也是活该 哎,我呀,肯定能分到这些财宝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呀,这十世夏马八,取忠家作 他是这个六世班禅大师的弟弟 那是什么弟弟呢?亲弟弟 有人说是同父异母,有人说是同母异父 这个有点乱,不深究啊 有这种相关以后,这十世夏马八活佛 还真就叮巴叮巴的跑到了扎实伦布寺 上这去要钱去了 和这个扎实伦布寺的人说呀 我是大师的弟弟,这钱呢,得有我一份 哎,这是咱们呀,得多说一句 因为在人家这个噶马噶剧派 红帽戚的经典里边是这样记载的 说这份钱本来就有这位红帽活佛的 因为这乾隆皇帝呀,就有明确的旨意 这钱里边是有赏赐给班禅大师兄弟姐妹的钱 那为什么说这班禅大师一人得到 这兄弟姐妹也就值钱了呢? 哎,这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您仔细往后听,这扎实伦布寺里边的重喇嘛 听完以后也不敢惹他呀 不敢搏他,不敢言尸 因为他身份高 可是这会儿就有一个人跳出来了 谁呀,这扎实伦布寺里边的长院 主侍活佛 那也是大糊涂客途 哎,是这个扎实伦布寺是这个班禅大师的管家 哎,这管家呀,不是外人 他也是班禅大师的一个兄弟 他这一来呀,大伙都不言声了,都看着他 实伦下马八呀,也看着他 这位大师一来呀 哎,冲着这实伦下马八只说了一个字 他指着这实伦下马八 他这个兄弟说呀,你好大的脸 这是皇上给我们格鲁派的金子 这金子还不够用呢 是用来呀,给这个六世班禅大师建灵谷塔的 你也舔着脸来要,你知道你是什么派吗 你是嘎举派,嘎马嘎举派的红帽戏 所以你给我滚 您别乐,我觉得我学的呀挺正常的 那哥哥骂兄弟呢,我估计就这么骂 嘿,这挨了骂以后啊,这实伦下马八可不干了 他跑了,他跑哪儿去了 跑尼泊尔去了 他就穿着这尼泊尔国王 那会儿还不叫尼泊尔,叫库尔卡 他说呀,我带路啊,你出兵,咱们抢他奶奶的孙子的吧 你知道有多少钱吗 一百辆大车的金子 你这尼泊尔王国呀,我看呢,连一车都凑不出来 那自然是这清酒红人面,彩白动人心 哎,这库尔卡国王啊,听完之后啊 也是啊,被猪油蒙心财宝迷了眼 一拍大腿说呀,大师咱就这么干了 以后啊,你也甭回西藏了 你就在咱们库尔卡,我给你建庙供你为活佛 咱们呀,抢来金子之后 踏踏实实啊,就过好日子吧 那您想想这后葬地区的扎实伦布斯 本来呀,离这个尼泊尔地区就不远 再有呢,这尼泊尔人呢 上打下不飞辣 骑着快马,举着狗腿弯刀啊 就杀向了扎实伦布斯 把扎实伦布斯给抢了一个干干净净 那总不能抢完就完了 人家扎实伦布斯,有后村,谁是后村 乾隆老佛爷 乾隆皇帝一听就急了 让福康安整顿了三千精壮人马 可就进了藏了 据说呀,是从青海进藏 进的是魏藏地区 从前藏沙奔后藏 从后藏直接就打到了库尔卡的首都 今天的加德满都 一下子把这库尔卡人家给打怕了 打服了 这乾隆皇帝好在呀 还有一刀玉指 说不要灭了人家的国 就让他呀,把抢的东西还给咱们就行了 因为你必定是受了蒙蔽嘛 让石石下马八取诸加措给骗了 才出兵抢劫了扎实伦布斯 所以你呀,把这个财宝交出来 抢的东西还还回来 然后呢,把这个石石下马八又交出来 这库尔卡王说呀 这财宝好交 认罪我们也认 不过这交人呢,费劲了 怎么呢? 因为这石石下马八死了 那关于这石石下马八呀 这个取诸加措的死因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啊 是这个畏罪浮毒自杀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这个得了尿毒症死的 我倾向于呀 是这个连病带下死的 因为这活佛呀 是有信仰的 他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我们所听说的任何活佛自杀的说法 包括准嘎尔汗国的大汉 噶尔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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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现在这个夏玛巴已经到第十四世了, 哎, 正因为如此, 第这个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夏玛巴都属于是秘密的转世, 时光荏苒, 岁月穿梭, 这又到了什么时候了, 这又到了呀, 解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十六世的嘎玛巴让窘日配多结, 那这一时期怎么说呢, 西藏历史上的三位大活佛, 达赖班禅以及这位黑帽法王噶玛巴让窘日配多结, 这三位大师啊, 哎, 年纪都不大, 这达赖喇嘛呢, 肯定是当时西藏地区政教最高的领导人, 这个十六世的噶玛巴呢, 于是就向达赖喇嘛提出, 他要恢复这个红帽一系, 其实呢, 这达赖喇嘛也知道啊, 他们在秘密的传承, 从这个十世已经到十三世了, 这十三世元季之后呢, 恢复十四世, 他们想光明正大, 就把这一系活佛恢复了, 这达赖喇嘛呢, 就真同意了十六世噶玛巴的请求, 他说呀, 让这个十四世夏玛巴, 红帽系活佛先坐床, 坐床以后呢, 这嘎夏政府以及啊, 这个达赖喇嘛本人, 再向这个中央政府, 那中央政府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政府通过以后啊, 咱们这红帽系就算是恢复了, 可是还没等到这位红帽系活佛重新坐床, 哎, 这个59年分裂分子就出逃了, 那咱们就先聊聊这个黑帽系的这位十六世法王, 他出逃之后啊, 他并没和达赖集团在一起, 他来到了西津, 这西津呢, 给他建了庙, 奉他为法王, 并且他呀, 和这个国内的关系非常好, 全世界红法, 对这个藏传佛教的对外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说这红帽系坐床没有呢? 坐床了, 红帽系在哪儿坐床呢? 那谁跟他好? 尼泊尔向来就跟这个红帽系关系好, 所以说呀, 这十四世红帽系在尼泊尔坐床, 也正式的成为了红帽系的十四世活佛, 那么故事在哪儿呢? 故事就在于十六世的感马巴, 也就是十六世黑帽法王, 1981年的时候, 在美国红法的这个图中啊, 圆寂了, 圆寂的时候就留下话了, 从他留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很想家, 他说他的转世零同将出现在, 那中央政府认为这是好事, 于是啊, 这1992年根据宗教遗轨,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批准了第十七世伽玛巴活佛的继任, 这是西藏自民主改革以来, 国务院任命的第一位活佛转世, 那么说好不好呢? 好, 可是乱, 乱了没有, 乱了, 乱在哪儿呢? 乱就乱在这十四世红帽系活佛上了, 这红帽系活佛, 他也寻找了一位转世零同, 并且带到了国外座床典礼, 也宣称是十七世的黑帽法王, 您听了吗? 现在有两位十七世黑帽法王的存在, 开始呢, 这各自都说各自是真佛, 直到什么时候呢? 那1999年, 1999年的时候, 在这个楚布寺学习的这位小黑帽系法王活佛呀, 名字叫做五金赤裂多吉, 突然有一天呢, 大家就发现呢, 早上起来没见活佛的面, 活佛床上留下了一封信, 这信上说呀, 说我们这个黑帽系呀, 有一顶世代相传的黑法官, 现在呢, 一落在印度了, 我要把我的法器找回来, 并且我的上一世指定的两位京师啊, 都在印度, 所以说呢, 我呢, 得去到那儿去学习一切, 我呢, 是爱国的, 绝不会搞分裂, 我还会回来的, 直到今天, 我们也认为, 这个第17世黑帽法王迟早会回来的, 他之所以不回来, 完全是被印度政府控制了, 迟早会有一天, 这大师呢, 会回归祖国的, 无论是啊, 利用外交手段, 还是一系列其他手段, 那这位这个黑帽系活佛呢, 实际上是被中央政府认可的, 同时呢, 也被这个达赖喇嘛集团认可, 那另外一位17世赶马巴呢, 他同时啊, 是被这个夏马巴活佛认可的, 可是从咱们的这个感情角度出发呢, 你这个14世的红帽, 本来也不是中央政府认可的, 所以你任命的这名黑帽法王, 也是经不住推销的, 可是啊, 这事实已经存在了, 现在的藏传佛学界就有一种说法, 这两位17世的黑帽法王, 都是16世的准世, 这一做法是有证有据可考可查的,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咱们开头所讲的, 第一世大宝法王都松钦巴元祭以后, 他有两个化身, 就化身为红帽活佛和黑帽活佛, 所以说今天我们同时出现了两位伽玛巴, 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合情也好, 合理也罢, 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法, 自圆其说去吧, 您要是有兴趣讨论呢, 留言区, 我还可以继续的陪您聊聊天, 得嘞, 今儿实在是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咱们明天啊,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